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的人为什么不容易开心 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的亿万庞兰的力量太强大了 所以你再多的钱你也开心不起来 然后因为你的亿万太高了 然后把你的事业 把你的人际关系也搞得很复杂 最后你的怀恼也很多 你得不到大家的拥护和认可 你就会做得很辛苦 所以这是我们回归自然 就是要回归到一种简单的生活 简单的生活才是健康的生活 当我们的生活环境简单的时候 我们的心灵也会变得简单的 心灵简单的时候就是最容易幸福的时候 心里面没有东西的时候就是最幸福的时候 但是如果我们的心里面很乱 滑腦很多 滑腦很多 很复杂 其实我们不容易幸福 所以小孩子为什么容易幸福呢 为什么容易快乐呢 因为小孩子的心比较单纯 一方面他容易滑腦很多 另外一方面他内心互带的滑腦很少 所以当他遇到一件事情 他可能可以纯身心地去开心 每一个细胞都开心 但是我们平常的大人们 我们的心灵的大量的能量都被滑腦给占有了 所以当我们有一件开心的事情的时候 很多滑腦的心里在那里 我们就不容易开心了 所以要过一种简单的生活 才是一种环保的生活 才是一种健康的生活 感谢观看